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一次把老师请来也就是因为今年是国光的25周年 对对对 真的很不容易 是我们25周年的团庆在7月 所以我就想了很久 想好好地推出双周两个礼拜的戏 能够又是传统的精华 可是又能够有一个新的表现的方式 而且也能够跟历史也跟当前的时代相扣合 所以我就想出来了 在今年7月呢 我们演出再见静戏 哇静戏 就是静止的静 静止的静 最近不是新闻局在推一个 静曲龙虎风云榜 就是以前有过静歌 静书 静电影 对吧 最近我刚好看到新闻 就前两天看到新闻局在做这个静歌 静曲的风云榜 把以前曾经经过的 曾经像邓丽君的什么 何日君再来 这些歌 那今天要把他 把他为什么当时被静的原因拿出来 大家重温一遍 我觉得很有趣 那刚好跟我想到的静戏 是相呼应的 是是是 老师 你应该不是因为新闻局 一开始你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呢 其实在2006年 13年前 我在国光就规划过一次静戏会演 就是把所有 台湾曾经进过的戏 大陆曾经进过的戏 还有古代 明代清代 曾经进过的戏 把他挑了几部戏 汇聚在一起 那次就很轰动 后来还不止登上报纸的 那个艺文版 还登上了社论 所以那次觉得影响力很大 一个传统的京剧 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时隔13年 那这次我就想用再见 禁戏 那不过这个理念 当然有双关语了 一方面是 国光又做一次 再呈现一次禁戏 那另外一个意思 当然就是拜拜 禁戏 从此以后 我们再也不希望看到 有禁歌 禁戏 禁书 禁电影 这样的一种现象 那这一次 其实这个禁戏的规模 相当的大 连续两个礼拜 对 两周总共六场 而且这些戏 都是国光的演员 各自的代表作 所以花了很多心思来 所以我就想 好好地跟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 是是 哇 这次的禁戏 我开始看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说 既然是禁戏 应该都是一些很冷僻 或者是感觉到什么情色啊 结果发现不是 好多我们现在 很熟悉的 都曾经被禁过 譬如第一天 7月5号 第一场戏就是 锁琳囊 它怎么会是情戏呢 好难想象 很难想象 锁琳囊不是现在 一天到晚 大家都在演吗 每一个成派的演员 都会唱 不是成派的演员 也都会唱 这么红的一出戏 他却曾经在 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在大陆被禁过 为什么 程燕秋 是这个戏的原创者 可是程燕秋晚年 政府不准他演这个戏 哇 这段历史 我还是写过一篇 很长的论文 因为去探讨的时候 觉得实在是太荒谬了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 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什么叫锁琳囊 他就是一个珠宝箱 一个珠宝盒子 那里面装满了珍珠玛瑙 那么锁琳囊的女主角 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 那他结婚的时候 他母亲就塞给他 一个锁琳囊 里面塞满了这些珠宝 然后叫他随身带着 这个意思是早生贵子 那结果他出嫁那天呢 天降大雨 所以花轿就暂时到春秋亭去避雨 结果刚好隔壁 有一层贫穷人家的花轿 破破烂烂的花轿 也到这个亭子里来避雨 所以一个有钱人家 跟一个贫穷人家的两个新娘 一起在春秋亭里 而那个贫穷人家的小姐 就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她没有嫁妆 所以被教夫啊 然后被夫家啊 都在那边欺负她 很可怜就在哭 那么这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一听 哇 她就心里面很感慨 人的命运真的是不一样啊 我正不足 她正少 她未饥寒 我未焦 所以分我一只珊瑚宝 安她一世凤鸾巢 她就当下拿出她随身带的锁琳囊 我在花轿里别的都没有啊 可是锁琳囊 我可以马上掏出来送给她 也许就可以安她半辈子的凤鸾巢 虽然我们互不相识 可是我同情你们 大家命运不同 那么原来这个戏呢 那个贫穷人家的小姐 就好感动好感动的 收下了这个锁琳囊 而后到了六年后 他们各自经历了一番生死离合 后来因为这个锁琳囊 而跟恩人相遇 而能够重新获得团圆 所以本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戏 很温馨的故事 很温馨 可是在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陈彦秋本人背不准演这个戏 为什么呢 对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穷人家的女孩子 怎么可以那么没骨气 那么没志气 接受有钱人的馈赠 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珠宝 本来是贫穷阶级 跟有钱阶级应该对立 阶级应该斗争 可是现在你竟然贫富调和 这个不符合共产党的阶级理论 他的精神 对啊 真是 所以这个戏真是 哇 就陈彦秋好可怜哦 他的代表作最卖钱的作品 却不能唱 不正宴 那他怎么办呢 他当然不甘心 是 所以他就很委屈的想 好吧 阶级不能调和 那我来改剧本吧 哇 他真的改了 改了 真的改了 可是改剧本却不能够动原来的唱腔 对 我怎么可以把它改掉呢 所以维持了原来 的每一句唱都维持着 可是改了一个什么剧情呢 当这个贫穷人家的小姐拿到了这个锁琳囊的时候 他很感动 可是他不接受 因为他很有骨气 所以他把那个锁琳囊里的金银 珍珠玛瑙一件一件的掏出来 还给这个女主角 然后留下了这个空的锁琳囊 他说为了感谢你对我的一片真心 那我纪念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留一个空囊 可是珍珠玛瑙我都没有接受 所以我这个穷人自有我的穷根本 有我的骨气 所以这个戏我们都笑称为锁琳空囊 很好笑 哎呀 陈彦秋好委屈 竟然就唱这样的戏 可是他把原来的唱一句都不改的 完完整整留下来 只改了那个女配角 穷小姐多了一个掏珍珠玛瑙的这个动作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通过 结果还是不让他演 还是不让他演 好可怜哦 所以陈彦秋到死这个戏都没有重上舞台 所以是他临终前一个最大的遗憾 想起来都觉得真的是好可悲哦 可是在他死后这个戏就解禁了 但是解禁以后是空锁琳琅还是 是原来的 所以整个政治气氛变了以后 这个曾经一度的禁戏就荒谬收场 可是折磨了一位艺人 对折磨了这一位真是一代宗师啊 那结果这个戏到现在 这么红这么红 可惜陈彦秋都看不到了 这件好难过 对啊 那我们这次呢 在再见禁戏的第一场 就由王耀星来演这个锁琳琅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我们是不是要演空呢 你们是要演哪个版本 我们演原来的版本 可是我们这次的演出啊 不光光是演戏 我们会有一位我们剧团的演员 黄毅勇 他是花莲演员 可是他啊 他很会说相声 他很喜欢取义 那我们就另外给他写个脚本 让他来像说单口相声似的 由他担任串场人 那他会出来跟一出戏不见得只出来一次 他会视情况的不同 出来跟观众解释 为什么锁琳琅曾经是进戏 进了之后 陈彦秋怎么改的 那他就会用单口相声的方式 他来表演那个空囊 当时怎么掏这个很夸张的来表演 所以这次的两个礼拜的 再见近戏的演出 那么我们会加入一些 类似单口相声的串场 把原由解释清楚 也加上一些很诙谐的表演 那因为这些事都已经试过境迁了 所以我不想用太肃杀的这种口吻 好像在批判 对我也不太想批判 我觉得都试过境迁了 我们都朝向前面看嘛 那所以我们用有一点诙谐的 然后重点是看这些艺人 这些演员为了求生存 他们有委屈 也有他非常灵活的头脑 能够很厉害 能够把所有的唱一句都不改 可是符合了那个阶级 调和不调和的这个 虽然还是没解禁 可是他们真够聪明的 我觉得艺人真是为了生存 他们是最灵活的 这个一群 这个一群了不起的 这个艺术家 所以他们如何面对 时代的一些变迁 跟一些无奈 我们想把这部分 用比较诙谐的口吻 来跟大家一起来 有点业余 有点调侃 可是也一起来反思 是 哇 这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 这个是锁琳囊 其实接着 7月6号的这一出 也是让我吓一跳 四郎探母怎么会被禁的 对啊 7月6号 礼拜六下午场 我们演杨家将的故事 上半场是四郎探母的悬场 下半场是杨门女将的悬场 那我为什么这样挑呢 就是完全着重在近戏 这样的一个主题 四郎探母 命运比锁琳囊还要惨 因为他在 不仅在大陆被禁 在台湾也被禁 两边 海峡两岸都被禁 两岸都被禁 这是双层中标 那么他在大陆 为什么会被禁呢 那因为杨四郎 打败仗 被俘 竟然投降了 没有自杀 还改了名字 叛徒 汉奸 投降藩邦 不忠不孝 还娶了藩邦的公主 当老婆 还生了个孩子 想了荣华富贵 想了荣华富贵 这种人 这样的一个战犯 汉奸 汉奸 这种戏怎么能演 所以大陆 在1950年代开始 也就是禁了四郎 泰姆 那么台湾 为什么禁呢 因为 每当四郎 泰姆上演的时候 台下的 那个当年还不是老兵呢 是年轻的官兵们 就思乡 想老娘 所以一看到台上 想老娘亲 养四郎 受一败 他们就开始哭 直到今天 今天的老兵 看这个戏还会哭 那当年 他们刚刚跟家人分离的时候 当然是触动心事 那所以台湾的国民政府 一看 这不行啊 这个一演这个戏 就 大家就想家了 就想家了 这个心情不对了 所以别演吧 所以两岸都被禁 所以呢 我们那位串场的 黄毅勇 单口相声的 他会出来 为杨四郎颁一个奖 在对岸也被禁 在台湾也被禁 所以是金马奖跟金鸡奖 金马金鸡双料奖 两边都中奖 可是我们更想讲的是 这个戏要被禁了 一个金剧团还成金剧团吗 对啊 这不是最基本的剧目 最基本的戏 最卖钱的戏啊 所以每一个剧团都急死了 一被禁以后 台湾的剧团就想了办法 就请出了一位 当时很有名的学者 然后请他帮我们 救一救杨四郎的病 治一治杨四郎的病 怎么办呢 这位学者也很聪明 就为杨四郎增加了一段念白 就在他回迎探母 见到母亲的时候 增加了一段念白 总共91个字 只有91个字的一段念白 那么加的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我失落翻邦15年 我每天一方面在想母亲你 一方面我就在观察北国的地理图形 所以我就画了北国的地图 我是个卧底的 我画好了地图 那今天我有机会回迎探母 顺便献上地图 探母兼献图 所以我是个内奸 里应外合 情报人员 你看着这个地图 然后等到哪一天 你要攻打北国的时候 我可以做内应 你按照这个地图攻过来 这一来就是短短91个字的念白 接下来是不是就治了四郎的病 救了探母的戏 这出戏杨四郎就不是汉奸了 他是个卧底的情报员 所以就解禁了 真的因为这样就解禁了 当时台湾那个时候就说演出新四郎探母 那大家就来看心在哪里 什么都没有变 所有的唱都在那里 可是到见老娘的时候 突然多了91个字的念白 当然有的观众很受不了 譬如蒋勋 蒋勋老师 他看到这边 他就觉得他想拂袖而去 因为四郎怎么变情报员了 那可是对一些老戏迷来讲 老戏迷看戏的时候 并不很专心的 也就是他看他想要看的那个段落 想要听的唱段 所以一看到 这边怎么多了一段 那就跟旁边人聊聊天 聊完了一看 这段也念完了 那依旧是见娘 他们就依旧落泪 就是说看戏的那个氛围 并不像今天这么 国家剧院进去了 迟到一秒钟就不准进场 那种不是那么严肃 而是一种就是 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看电视 我这边不想看 我就 看电影 还可以吃个爆米花 对 我就去吃个饭 洗个手 回来我再看 就是很自由的 很轻松的 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就是政府有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好聪明 你看我们这些剧团 演员 为求生存 多厉害呀 最后这四郎泰姆卖的特别好 大家都想看心在什么地方 所以真的是 我想就用这种挥胁的态度 来检视过去的伤痕 那也都试过境迁了 那么今天我们重演呢 对 我们要演哪个版本 我们把这个线图演出来 因为今天大家知道是来看近戏 我们就看当年是怎么样因近而改 是怎么做的改变 可是我找不到当时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没有录影 已经不见了 没有录影录音 所以我不知道加了哪91个标准的那个词 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我就想象那个情境 我就给他写了91个字 不含标点符号 91个字 所以我就要求那个饰演这一段的 王英华老师 拜托他一个字都不能错 得勒妈知乎者也都不能够省略 就是要91个字 就是假设重现当时的情境 那么四郎探母我们选场 选了除了探母线图 当然还选做工 一开始四郎跟帆帮的公主 因为这个是四郎探母这出戏的核心 最重要的 所以做工一定要 我们有青年演员黄诗雅非常好 他的嗓子非常好 他们说是上帝亲吻过的嗓音 哇 铁肺公主 厉害 他年轻 可是魏寒明老师的学生 嗓子非常好 那跟周慈爱 那这个非常好的女老生 唱作工 然后由王英华跟罗盛珍 来演这段探母线图 接下来四郎探母 还选了一段 见妻 和杨四郎回迎 还见了他的妻子 他的原配四夫人 为什么我要挑这段呢 因为见妻曾经被禁过 好好笑 是台湾禁 还是大陆禁 大陆 也是1980年代的时候 太好笑了这个理由 1980年代的时候 大陆重修婚姻法 不准重婚 所以每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太太 不可以有两个太太 是 那杨四郎有两个 四郎探母里 他就出现 先出现了铁镜公主 帆帮老婆 后来回迎又见了 他的正宫原配四夫人 是 那我们总得删掉一个吧 在婚姻法的限制下 删哪个呢 如果把帆帮公主删的 这个戏就不是四郎探母了 只好把原配正宫删了 好倒霉的原配 所以曾经有短短的一段时间 大陆演四郎探母 是回迎以后 见娘见弟见妹不见妻 把见妻给删了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要把见妻 拿出来重演 让大家看到 曾经这一场也是近戏 所以很好玩的就是 每一个时代有它的荒谬感 真的是太特别了 所以老师讲到这边 好像老师今天也有带来一段唱段 而且这段唱段就是 不是唱是念白 是新家的91个字 这个很珍贵 我们来听一下王英华老师念的这段 模仿当年的91个字的 现地图这段念白 十五年轻轻 还要在一起 该一模一 批评论 批评放大公圈 而是身在不够 心存难传 而诸会记不够的一段 打漫暂的病 哦 最幸运的孙艺 你今本的母亲来大湾 不过汉尔拼出一丝 回忆他梦醒出 今日能将同凤家郎梦 终时交叉 而也是心干 情有点 我们刚才听到这就是四郎探母 因为了这九十一个字而解禁的这个关键的念白 那么这一天呢7月6号礼拜六下午场 上半场是四郎探母的悬场 下半场还是杨家将故事 演的是杨门女将的悬场 杨家的男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女的去珍惜 那么杨门女将这个戏为什么被禁 是台湾被禁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个戏是大陆在两岸分裂后 1949年以后新编的戏 在汉贼不两立的时代 这种戏被称为匪戏 共匪的戏 共匪新编的戏 所以台湾不能演 可是这个戏好好看哦 好好看 像我小的时候就偷渡 偷听那个 你怎么听 听短播 听短播 偷听大陆的这个戏 真是好听的不得了啊 那你看连我是一个观众我都在偷听 演员当然都偷听了 所以演员好想演哦 可是又不能演啊 那也是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台湾的剧团在戒严的时候 就曾经演过哦 怎么演呢 改个名字 不叫杨门女将 就改了去剧中的地名 他一个葫芦谷这个地方 他就把这个戏叫葫芦谷 然后反正是杨家将的故事 大家一看大概没问题 然后就通过了 就演出了 可见这个戏 大家多想看 所以这次我们就把这个 当时因为是匪戏 而背进的杨门女将 我们选场 选两个重要的场次 一个是老旦 国光现在有一位 非常年轻的小老旦 蔡家军 是屈复敏老师 跟罗盛珍老师的学生 他不错 所以让他来唱舌太军 这段是舌太军寻影 寻葫芦谷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探古 去探葫芦谷 这段戏好好看哦 然后穆桑 带着他的儿子杨文广 然后这是杨家 唯一的一脉单传 然后带着一些兵丁们 一起去在葫芦谷里去打探 看宗宝是怎么死在 这个地方的 好好看哦 扎着靠 然后有唱高波子 又有武打 然后还有一个老生 一个才要老人 来指点路径 所以探古 是常常可以当折子戏来演的 那我们在7月6号 礼拜六下午 是非常精彩的安排了 上半场四郎探母的选场 然后中场休息后 杨门女将的两个重点的折子 劳旦戏跟后面的探古 穆桂英的文武兼备的戏 由黄石雅在后面演 穆桂英前面是演做工的铁金公主 非常非常精彩 大家熟悉的四郎 四郎探母 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四郎探母 对 中间还要颁奖 对 还要颁奖 颁什么 我们到时候再卖个关子 是 好 聊到这边 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 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 王安琪老师 安琪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 国光25周年 真的是好特别的一个庆祝的方式 连续两个礼拜 进戏 对 连续两周 7月5号 6号 7号 然后隔周的7月12 13 14 都是五六日 五六日 双周 双重庆 而且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戏 不同的戏 可是都是曾经被禁过的戏 刚才我们看到锁琳囊 四郎泰姆 都是进戏 对 但是接下来这一出 我就真的没有看过 因为很少演 7月7号 星期天下午场 李慧娘 李慧娘这个戏好看 我好喜欢好喜欢 那么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 他是南宋的时候一个很坏的宰相 贾四道 那么他的抢来的一个歌迹 叫李慧娘 那么有一天 贾四道生日的时候 他们就坐船游溪湖 那么坐在船上 李慧娘正拿起一杯酒 要进贾四道 贾丞相 然后刚好听到隔壁的一艘小船 滑过来 有一个书生高声的朗诵着他做的诗 而这个诗是在骂奸响 只知道歌舞生平 只知道自己享乐 却不顾百姓的这个生死安危 那么李慧娘正拿着一个酒杯 要敬丞相 忽然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 他就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隔壁传那个书生 玉树临风 而且正气凛然 所以重点是正气凛然 结果这个李慧娘拿着酒杯 回头一看的时候呆掉了 脱口而出 美哉少年 好一个不是美丽 而是真是又帅又有正义感的 这美哉少年 他就手里拿着酒杯回头 脱口而出这四个字 结果被这个丞相听到了 就问他你说什么 然后他吓了一大跳 酒杯掉地 他知道他说错话了 然后回到这个相府里面去 这个丞相就问他 你刚才看上了一个隔船的书生 是不是 你是不是嫌我老 对 你想嫁给他是不是 然后李慧娘说 没有没有 我只是脱口而出 结果丞相说 你看你就坏在脱口而出 你一定是心里面想着 才会脱口而出 我就成全你 所以一箭把他刺死了 然后把他的头割下来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叫其他的歌迹们上来 说慧娘想要嫁人 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嫁妆 你们看这是什么 然后所有的歌迹听说慧娘要嫁人 怎么回事 跑来一看把盒子一打开 里面是他的人头 所有歌迹吓死了 而这个贾四道贾丞相 就是要警告这些歌迹们 你们不能再有异心 好可怕 那好可怕 那这个这个故事 在宋朝的笔记小说里就有 李慧娘当时穿着一身绿衣服 所以是西湖绿衣人 情境很美 可是最后变成了一个头颅 很恐怖很惊悚 可是他死得很不甘心 所以一缕冤魂不散 所以下半场都是鬼戏 他变鬼 他变鬼以后 他恨这个贾四道 不应该这样残杀无辜 所以他求判官 让我还魂还羊 好回到羊间去 然后那个书生呢 也被这个奸相给抓到 关到相府里面去了 关在红梅阁里 结果这个李慧娘要求判官 让我回去救这个书生出来 所以后面演他去救这个书生的戏 然后这个书生好感激他 他一起被救出来以后书生问他 你救我出来了 那现在你要去哪里 你跟着我吧 他知道他是鬼吗 他还不知道 结果婚娘好难过 他说自恨已是黄泉克 难笑人间奉求黄 我是鬼了 所以最后才跟他说 我已经死了 然后别了别了 来生再见吧 好凄美的一段爱情 好好看的戏 那么这个戏演员好难 我们是请我们非常年轻的一位演员 林婷渝 他在去年得到传艺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他才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很年轻 才25岁现在 那么他到国光23岁一毕业到国光 那我给他安排了一出西施归月 他立刻就得到传艺金曲奖的新秀奖 那这次我给他排了这一出更难的戏 他不仅要演鬼 那个非常非常累 连唱带鬼步 还要喷火 啊 因为他要救那个书生 他要从那个刺客拿着火把追那个书生 是 他要表现鬼怎么救人 就把那个刺客的火把给吹灭 所以他要去喷火 这个喷火通常都是判官 对对对 判官才会喷火 刮脸去喷火 是 所以这个女生要喷火是 他现在一直在练 要先从喷面粉开始 所以就是这样每天先喷面粉 就要练到很纯熟才能真的去喷火 所以这个戏好难好难哦 那可是我要讲这个戏为什么是禁戏 对 他为什么会被禁 两岸都禁 在大陆 这个戏啊不是传统老戏 也是大陆在1949年以后 两岸分裂后新编的戏 其实新编的戏都比较好看 都比较紧凑 那新编的戏可是演了没有多久 就被禁 为什么禁呢 大陆禁迷信 禁迷信那这里有鬼 有鬼 你会变成鬼了 所以有一阵子吧 所有有鬼的戏 他讨论了很多有鬼 是有害还是无害啊 这种好多论文在那边讨论 无聊很荒谬 然后把什么那个演习交活桌 这种戏全都禁了 那么这个戏 李慧娘后半全是鬼 当然要被禁了 所以大陆这个戏 红起来了一阵子以后 有很多演员演得非常好 可是因为有鬼而被禁 那么台湾为什么被禁呢 因为是1949年以后新编的匪戏 匪戏 所以又是金马金鸡双辽奖 所以这个戏很少看到 那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可以说是50多年前了 台湾的徐璐 大鹏剧团的徐璐 曾经演过这个戏 他怎么可以 偷偷的演啊 改了一个名字叫红梅阁 我那时候看过 我连看凉场好好看哦 可是演了凉场以后就被人告 被发现了 被发现是大陆的戏 所以后来又都没有演 所以一直到这个 后来解演以后 因为太难了 这个戏太难了 也大概要演 也都只演一个鬼愿 这个片段 那这次我们让凌亭鱼 全本来演 等一下各位可以听一小段 那这段是在排练的时候录音的 所以可能那个效果 那个整个音场不是很很清晰 可是我们可以听到凌亭鱼 非常好的嗓子 还有非常难唱 他就一边唱一边在那边走鬼路 鬼步的 好辛苦的戏 各位一定要来看这个戏 我跟国光的同仁说 7月7号要不卖满 不行的 这么难的一出戏 一定要让每一位观众都看到 而且真的很动人 7月7号 礼拜天下午长2点半开始的 是 好所以这一出王安琪老师特别推荐 大家如果要下手买 这一组25周年系列的时候 第一张票请先买7月7号的李慧娘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你想一个小女生让她喷火 真的是我们也很担心 这个很怕出事 但是到时候一定非常非常精彩 一定成功 是 好那聊到这边 我们就先来听一听 他们在排练当中的这一段 对对对 好那边 你的梦穿着都能 我靠完沉石偿天 可以新娘了花 吃山豚鲜 我守不过道理打一包 神经过来 我看你一切无心了 我看你一切无心了 百元施子也要是用天 百元施子也不要 百元施子也要在乌尖 套我吧 两千 花花花年 我看你一切无心了 我看你一切无心了 又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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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换中级 不过和我也是使用我 也行 不过一件 噢 好 未博的 有可能 我只是喝 一二二三 C E PIA 好我们所听到这就是 林婷于排练时候 演唱的李慧娘的片段 我们潜尝极止 就请大家一定7月7号 要来看这场的演出 好我们第一个星期 索琳囊 四郎泰姆李慧娘 非常精彩 那么第二个礼拜呢 第二个礼拜从7月12号 礼拜五晚场开始 我特别选了两出古典的名剧 12号晚上是长生殿 昆曲长生殿的小宴这一辙 长生殿是清朝康熙年间 洪生编的剧本 结果在康熙年间就曾经被禁 那理由呢 是当时后宫的一个后妃 凡是宫中有国丧 有后妃死掉的时候就不能演戏 可是那个时候竟然还在演长生殿 所以理由是说国丧期间演戏 所以长生殿被禁 而且牵连很广 不仅洪生这个剧作家本人 还有好几个有名的文人 所以这可怜一曲长生殿 断送公民到白头 好多这个文人 很有名的一件事 很有名的一件事 可是我想这个背后的原因 应该不只是国丧演戏 因为长生殿里面 这个兴亡之感 然后胡人把这个唐朝给灭亡了 不是灭亡了 角到天翻地覆 角到天翻地覆 这跟清朝康熙 大概总是康熙看了心里不太爽吧 所以有任何机会 就让它静一静 所以静系不是当代才有 自古以来就有 所以7月12号 我们从长生殿 选了这个小宴这一出 由温宇航跟刘家厚 然后后面是全本西乡记 京剧西乡记 西乡记为什么也是静系呢 西乡记一直被静书 是静书也是静系 你看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情欲描写太过火了 所以被视为吟书 吟戏 所以你看《红楼梦》里面 就有说宝玉偷看西乡 然后被黛玉发现 然后本来拿了把柄在说它 结果黛玉不小心 也背了一句西乡记的词 被宝玉发现 原来你也偷看 也在偷看 所以《红楼梦》就证明 西乡记是禁书 是禁系 是银书 是银系 那么我们要演的是 京剧的西乡记 那为什么京剧西乡记 也被禁呢 这又很复杂了 就是本来京剧团 在这个故事里面 流行的是寻派 花山戏 红娘 那么这个戏呢 非常非常红 好就是寻派的代表作 大家也都会唱 可是后来到两岸分裂后 1949以后 大陆有名的剧作家田汉 他觉得红娘这个戏 以红娘为主 好像变成喜剧了 那个樱樱那种 抵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不见了 所以田汉另外新编了一个 以樱樱为主的西乡记 那由张军秋主演 好好听哦 张派这个戏 张派的新枪 票房里面 每一个弹角都会唱 真是好听的不得了 可是这个戏却是尽系 因为田汉是共产党员 1949年以后 田汉是那种忠贞的共产党员 而且是有权势的 等于是高官了 然后这个戏又是匪戏 是1949年以后 田汉新编 而由张军秋这位 也是共产党员的灵人 张军秋也是共产党员 由他来主演的 所以西乡记一直在台湾 是被视为匪戏 而被禁演的 那可是大家都爱唱 所以怎么办呢 那有的剧团就 偷偷地混在红娘里面 就是传统的 巡派的红娘还可以演 那我们就在里面混进去 混进去 把这个西乡记 好听的唱段塞进去 那剧名叫红娘 就这样偷演 那还有的演员呢 更厉害 我就唱田汉的西乡记 可是我把他的词啊 把韵脚 折口全部改过 枪不改 那等过一次赵富芬演的 哎呦我佩服的不得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唱 我天哪 你这改了韵脚 你居然还能够不唱混淆 所以可见这个枪有多好听 那这次我们7月12号演出呢 前面是长生殿坤 是温宇航跟刘家后 接下来是京剧的西乡记 张派的戏 是拜过张军秋为师的 刘海怨来演崔茵茵 那么我们按照台湾 曾经在偷天换日的这种版本 就是田汉的京剧西乡记 跟原来传统寻慧生花山的红娘 混在一起 陈长燕演的这个巡派的红娘 这个角色 那刘海怨演茵茵 所以是这次的版本是这样混的 呈现当时偷天换日的 的那种情境 是 那接下来的就到了 第二个礼拜的星期六 对 7月13 礼拜六下午场 我们都是礼拜五演完场 然后六日也下午场 大家看完戏还可以去逛士林夜市 7月13 礼拜六下午场 演的是林冲 也是对岸 1949年以后编的匪戏 而且是李少春 李少春新编的戏 那也是共产党员 这是李宝春老师的父亲 对 那可是林冲这个戏 叫野株林 也叫林冲学业兼筋 这个戏这么好看 所有的五生演员 最高的一个梦想 都有一个林冲梦 最高的梦想就是有一天 我如果有我的功夫 能够演野株林 野株林太难了 你不仅要有老生的唱功 你的那个所有的武功身段 绝对是要高等五生的 那个不是一点点的三角猫 就可以的 所以不管是猪禄豪 还是吴兴国 他们都偷渡登台 改个剧名就好了 改叫林冲 就不叫野株林 就叫林冲 那么叫林冲就毫无问题 这个大家都熟的人物 而且他们还加码 光演李绍春新编的野株林 觉得不过瘾 最后还加林冲夜奔 所以野株林 南上迦南 南上迦南 野株林是演到杀死路迁 奔上梁山 那他就马上当场接唱 所以他们这样演 很累很累很累 那我们这次就回复原状 可是我把剧情倒转 因为我觉得夜奔 这种演法放在最后不适合 我把前面先演 先演夜奔 然后让他就是回想 为什么会 倒数 为什么会奔上梁山 原来当初发生了 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先从一种用武功抒情的 一种静态悲剧式的演法 然后到完整叙事的野株林 这是由戴笠吴来演 戴笠吴这个戏演过 好精彩哦 然后他立刻圈粉很多人 所以7月13 礼拜六下午 就是奔曲的夜奔家 金举野株林 那么最后一天 7月14 礼拜天下午场 有三出戏 第一出招军出赛 这也是进戏 是台湾曾经进过的 那想想也是了 一个国家要靠女孩子去和番 而且是皇帝的妃子去和番 那这个领导颜面无光 当然就只好进了吧 可是这个戏要被进了 剧团也少了很多 卖钱的这个亮点 所以同样是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那么我们就把它改吧 改哪几个关键字呢 和番的事实不能够动 可是原来有这么几句唱 原来有文官武将 一起来送昭军出赛 然后昭军看着文官送 他就唱 文官祭祭都无用 然后武将送 武将生生也枉然 偏教安红粉去和番 成了啊 于心怎安 你们这些臣子们 于心怎安 于心怎安 本来是这个词 那么剧团好厉害哦 他就动了几个字 枪都不用改 他就是文官祭祭 全大用 武将生生 巨英贤 好 只为我甘愿去和番 成了送 于心怎安 于心怎安 我甘愿去和番 你们还来送我 让我怎么心安呢 哇 这下这个昭军该颁给他 诺贝尔和平奖 甘愿去和番 哎 这个也就解禁啦 解禁以后 演着演着 大家又偷偷唱回原来的词 然后也就没有人注意了 所以我们用这种 言语的口吻来看看 回顾当年的伤痕 好 那这次演出呢 我们唱的是正常的版 偏教安红粉去和番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位 串场的黄毅勇 他会来告诉我们 当时是怎么改的 然后他也会在那边 很夸张的表演一下 这是最后一场 七月十四的第一出戏 那么第二出是 庄舟士期大批官 哇 这个戏庄舟士期或庄舟戏期 这个戏是台湾进过 大陆其实也进 可是大陆后来几乎没恢复 到现在都没有在演 这个戏其实没有明令的进过 可是大家都晓得演出 有不好的后果 因为什么呢 因为庄舟在山上修道 庄舟一修道就十几年不回来 妻子在家就只好撕春 所以撕春就一直撕 就撕得很露骨 所以大家都晓得演这个戏 就撕春那段 一定会被引起很多政府的 那个官员的侧目 味道人士的塌伐 味道塌伐 撕春之外还有很残忍的一面 就是后来他撕春撕春 然后这个庄子回来了 发现这个妻子也不太老实 所以就要试验他的 这个是不是贞结 所以就假死 假死以后又来骗戏弄他 然后后来呢 就说叫他的妻子去 要披官取刚死的亲人的脑髓 来救那个他的新欢的命 这多残忍呢 他妻子就真的去披官 所以这个戏叫大披官 所以又撕春又残忍 所以这个戏不要演了吧 不等你来进 我们就自己先不演 可是我们这次就偏要演 而且要演得很夸张 用反讽的口吻 反讽的演法 让朱胜利来演这个庄州妻子 让他撕春撕到肌肉骨 让我们观众想象 为什么这个戏当时会被禁 那么最后一出戏呢 是吴翰杀奇斩金堂 吴翰是王莽的女婿 本来她是帮助王莽的 结果后来刘秀光武中心嘛 然后刘秀新兵来讨伐王莽的时候 那这个吴翰的母亲对她小以大意 而且告诉吴翰 你的父亲就是被王莽害死的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帮助刘秀 来把那个王莽剿灭 可是你是王莽的女婿 你的枕边人却是王莽的女儿 所以我叫你做一件事 先把你的妻子杀了 好可怕 他的妻子其实非常好 他知道他父亲作孽 所以他妻子每天在金堂里面送金 所以叫展金堂 到金堂去武汉杀妻 结果武汉没有办法 就听了母亲的话 然后去杀妻 结果这个戏也是不需要政府来进 演员自己就不忍心 不想演杀妻 所以我们这次 可是这个戏的表演很可观 就是麒麟彤 马连良 这些流派老生的宗师 都演得非常的动人 所以这次我们由唐文华来演这个 他是本身是马派唱的非常好 也兼取棋派 这是扎靠带林子的 所以身段什么非常的重要 那么让他来演这个武汉 然后林婷又是林婷渝 他好忙 好忙 他演这个七 所以这个戏呢 演完了以后 我们希望发给观众问卷 让观众觉得 就是你觉得这个戏该进还是不该进 看看观众做民意调查 看看民调结果是如何 所以这个所谓的再见进戏 好我们把所有曾经在两岸 或是古代被进过的戏 把它汇聚在一起 也适合国光演员的专长 有表演可观 也有时代的伤痕 可以来检视 可是我们希望整个是一个 比较轻松的一个 一个氛围中 大家一起来面对未来 然后跟静系说拜拜 是哇真的非常精彩 听安琪老师介绍完以后 我都在想说怎么办 每一场都想看 好国光25周年 真的是非常用尽心思 为大家策划了这一系列的节目 再见尽细 那介绍到这边 真的时间非常的不够 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 再见了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7月5号到7月14号 要来看国光的25周年大戏 谢谢安琪老师 谢谢 谢谢